Hello 大家好 這個聚研堂 陣容鼎成,有次官在 正直的樣子 最好陣容出議 最不正直的Alex 終於有 最受女士歡迎的蕭公 不過今天不是講女士的問題 主考官 因為現在 很多人 頭痛這個問題 面試應該如何 去做呢 直接有人教科 開了班 越開越多,看不同級數 香港潮流流行的 在社精前 幼稚園面試就去到 林老都可以面試 次官想從哪裏開始講 上一月有李在 有楊先生在 先講了 你做主考官 去面試人 去面試人 包括你面試人 看什麼東西 就讓知己知彼 百字百姓 高難度 什麼層次 我的肥子奸商 先講了一些 現在年輕人 去建功 建功 這個最實用 建功最實用 因為 這個實用 希望 那些聽眾 聽了之後 叫那些 老友 來聽一下 參考一下 那你 一定會有面試 面試時 主考的人 是什麼心態 建功很難不面試 怎樣樣見的呢 看哪裏都是飯的 先講的 先講的 特定 先講的 特定 例如 見一個 銀行家 或是見教師 教師都會見的 我講的 就是去見一些藝園 文化界 好嗎 有不同的 最多同修 我真是很麻煩 都可以講 你那個最多人講 然後講一下 裡面有什麼日事 有什麼好笑的 好嗎 由你先講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香港似乎是商業成事 無可避免 我做醜人 先彈兩隻角 如果考考 你是說是剛剛畢業 即場第一份工作 是的 這是最多人 那些通常是慘死 十個 最多九個都是慘死 死因在哪裏呢 死因在哪裏呢 香港最頭痛的 就是教育制度 是沒有教這件事的 是教考試 但其實不是真的教面試 面試 有一件事 考試很不同的 考試這份卷 是預先設定的 有了編排 評分標準的專頁書 其實面試 你以為有 很老實說 是沒有的 尤其是商界 為什麼呢 你分幾輪 第一輪是有的 為什麼呢 第一輪有 所謂面試 其實有沒有面試 沒有分別 你填了一份理力表 你讀哪一間學校 什麼成績 有沒有文件 例如有沒有 CV 那些很標準的動作 所謂第一輪面試 差不多 是要寫出來的 即是說 如果說得難聽一點 你連那些基本材料都不齊 你就不要再去糾纏了 起碼有人 好像門神 躺著那些小朋友 每個人都差不多 其實 以為差不多 第一輪最難過骨 你見完第一輪的 所謂移像式的面試 才去見真軍 才去打真軍 第一輪 你千萬不要太麻糊 你不要以為標準的東西都很麻糊 為什麼呢 很多人 一 就過分地放進去 為什麼叫過分呢 現在小朋友很傻 就像從小到十八級 琴那些 那些什麼東西呢 大哥 我考人做生意 我誰知道你會跳水 沒力氣的 就是會救火 沒力氣的 所以變成 千萬不要說我們是賄賄 因為 無可避免 我是要找人來做 打工的事 那我要些什麼人才 你起碼聽教廳 起碼成績不要太差 中文數要合格 如果你這些都不齊 你出去天花籠服沒用的 或者你懂貓練八級 巴雷武八級 什麼八級都沒用 那應該是次官來考藝院 就不要來輸 好厲害 藝院又不是看這些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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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有人考文化界 出版界 教師 那些問一問 那些是否看這些 所以商界面試 第一件事要準備功夫做得很足 你要介紹信 你要介紹信 你要成績 誰有成績 介紹信是什麼意思 介紹信通常都不一樣 因為你要商界的朋友 有就最好 無話可說 介紹信多數是 每個人都這麼長一成績 你真的說到底誰介紹進來 有影響 不要以為商界不太分 有影響嗎? 有 即是李嘉誠寫封信給你簽名 有影響嗎? 什麼都不用看 你找到李嘉誠寫封信 什麼都不用看 真的 不要以為我們做商家的事會 第一件很簡單的數目 就是投入與產出 如果我說要請一個做銷售的 我要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可以找到人聊天才行 不一定要推銷得到 找人聊天才行 你二話不說找到李嘉誠簽名 我還不需要問別人 以目標為本 很重要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Drop name很重要 很重要 不是隨便亂扔 亂扔是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上屆都會講圈子 你扔了死對頭的名字過來 你來做臥底嗎? 你不死嗎? 所以你會不會找人寫推薦信 是一個講究的事情 你到底是否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 入職場 不是說你要很厲害 而是說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相關還是不相關 多數第一次讀完書 進來找工作的人 就很天真很傻地 以為自己的校長 老師寫的那些很厲害 我認識你阿水 那個人認識你阿水 但很難說 除非大家是同一間學校 有本事起到老闆底 大家是同一個學校 學長 第一件事是 原來我阿sir都說要推薦你 難道我等我阿sir來打手掌嗎? 不過很難說 因為你初出茅廬 他就是懂得學校 教師、校長 所以逐步來說 第一步千萬不要太馬虎 那不是有任務 如果你說是做一些考技術的 例如我們做後台的管理 會計工作 相關學歷就估不掉 但在這種情況下 你找不找到李嘉誠的簽名 就不重要了 我會計計數是否正確 不是李嘉誠說得正確 兩件事 但銷售是兩件很不同的事 所以第一件事 不要太馬虎 先對提 不要過份準備 也不要不要準備 過份準備就像剛才所說 你拿些不相關的事 十吋口 全部都不關事 最後兩版紙才關事 還要不合格 差別人的時間 因為你要明白 我們做老闆 沒有時間看這麼仔細 所以前台的門神 就是人事部門的那輛車 過淚一陣 我秘書 一定全部都關掉 都不相關 所以為什麼 回到那個問題 你拿了李嘉誠的名字 沒有人敢難理 沒錯 震得住 震得住 所以變成貴精不貴多 是對提 對提 即是說你第一件事準備 所謂第一輪面試 先不要伸出方 又穿著拖鞋 人事部門 不想見你 所以第一關過 所謂面試 雖然是儀仗式 但你不能夠不滿足這條件 明白嗎 所以說 難聽一點 你教戲也教足 你先過到第一關 去到第二關的時候 已經剪輯了 通常十個 可能只有兩個人 即是老闆桌面 老闆還要籌取 為什麼呢 過得第一關 基本上全部剪輯了 我要聘請什麼人 什麼背景 但他的位置可能只有兩個人 永遠都是 永遠都是 你現在有十個人 就只剩下五分之一機會 沒錯 其實現在真的 人浮於事得很厲害 你隨時開個位 百多封信 對 百多封信 已經不是這個時候 一向都是這樣 你每年畢業了幾個萬人 你想想 過萬人有多少個老闆 最近我 在香港電台 看到他們 收了一些 interview 就是一些 APO 等於PA 那些 但他們 起碼叫做 助理節目主任 可以做一個節目的監製 是好位來的 二萬多元 很好 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是一萬多元 全床都坐了 對 碩士博士生 什麼都有 對 你開一萬多元 都有人推出了 對 這麼多人 碩士博士最慘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又是超過準備 我不是說不贊成大家讀書 而是說如果我聘請一個中學畢業 你讓一個碩士過來 怎麼敢見你 沒有辦法 現在是學歷貶值得很厲害 貶值得來 現在又是不對題 我不是說不鼓勵別人讀書 你不需要所謂碩士博士 很重要 大家很奇怪 不要誇張自己是碩士博士 沒錯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是博士 所以你見過學士的位置 你一定要請我 絕對不是 反過來講清楚 你自己學士如何 滿足到我的條件要求 感上添花 我也是一個很有文藝式的人 喜歡自己讀一下書 我應付功課之餘 應付工作之餘 還有時間 管理得好 可以讀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你超過關鍵 覺得你只是騎牛搵馬 也有這樣的擔心 我請一個這樣學歷的人 你是博士來這麼大陣長 你一定不滿足於我現在的 這兩題 我做老闆是很客觀的 很科學 所以為何都提醒貼士大家 沒有理由見我的時候 你對付我 你一定要拆穿 如果我要請一個學士 學歷的 博士那一刻 就變得感上添花 就不要再 主次就不要調轉了 我要請一個學士 你告訴我 你讀學士 這件事如何滿足我的要求 然後就說 原來我應付有餘之外 還要有限程日誌做其他事情 如果工作需要的話 我以後就不用分太多 心機去做這些額外 有些人會覺得 我底下請了一個博士 又威風很多呢 有些人會是這樣 有些人請夥記 肯定要英俊美女 裝飾性那些 兩種不同的目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不排除 但其實如果你在外國面試 你會知道 不准貼照 性別也不准寫 年齡、種族、宗教、性別 全部不可以歧視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不准寫 如果你在美國建工寫了這些 可以拉得 香港暫時都被黑暗 有很多都寫完 都要求你寫完 其實都是可以用歧視法 禁止你這樣做 我做老闆會比較均真 你寫不寫貼不貼照 你主動 我比較客觀 他現在招聘廣告 是不能寫的 但裡面給你表例填的 才要你 所以第一輪面試就是下夜 你填表下夜的聲音 即是說難聽一點 你帶上風 上去吧 隨時要填 尤其是 我跟社福界比較多接觸 他以前 二十年前 他廣告的寫明 一定是基督徒 是嗎 有些是這樣 因為社福基教 很多都是基督教背景 宗教贊助 後來寫公屆 說你這樣是宗教歧視 結果廣告不登 但你進去的時候 他要問你的宗教背景 准不准問呢 按理論上是不准的 不過 到你要真的認證那份工進去填的時候 填份表例 他一定要寫你 什麼宗教背景 甚至是哪間教會 這裡有些麻煩 因為那些比較笨拙的手法 陰塞的是如何 各位小心點 你沒有仇報的 那些你寫下又有仇報 為什麼呢 在你寫的時候 那份文件 我已經說了 不可能太多不可能太少 出困惑的 臨時只貼張照 但宗教信仰 有很多時候 老闆好像按困惑就知道 不會留紀錄 是被人抽後算帳的 沒錯 所以有很多時候 那份文件 他有簡單的訪問 他不會寫下任何東西 但是他自己 負責你那個人 他會有暗號的 即是已經分了不同桶 放進去 即是自己有一個桶 不是自己有一個桶 不是自己有一個桶 有些仇家一個桶 所以你看 如果你細心的話 要不然他不明顯 在你面前放進一個桶 他那份文件 好像風琴盒一樣 有不同的間隔 楊三 你提出宗教的分歧 有沒有政治取向分歧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如果你去找政黨 例如你去民建聯 去民主黨 他都一定會問你 如果不是政黨 商界也很快 商界也很快 又是那句 不會被你抽籤 問題就是 他會問你 例如說 有什麼活動 你有沒有參加過雨傘運動 會不會這樣問 不會直接問這件事 很聰明的 你去過佔中 問一下你那一陣子 有沒有出外旅行 用其中方法來考考 肯定 很多時候 找他的Facebook 都會 你找他的Facebook 這個都下一步了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社交媒體 經常漏洩 你有沒有去過打卡 明明金不觸摸 在金鐘佔領區那裡 舉起 所以變成這些 你自己是不能拿走的 社交媒體 去了 去了 大家都看到的 問題這也是第二步 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那句 好客觀好科學 你是符合所謂入圍的條件 就不會被人扔走 說很奇怪 現在還有第二步 先做背影審查 因為太多時間 要浪費 第二步是怎樣 第二步 就差不多去老闆面 即是進了門 第二個門 都沒有什麼頂大 多數是我們叫做 所謂Functional Head 就是負責的相關 我是要請市場部的人 市場部的主管去看 主管理 後面還有一個大老闆 是嗎 還有的 下一輪就是第三輪 HR第一層 第二層就是Function路 就是Function路 Joy Short List 即是真的會問你 正如剛才說 都沒有做很長的事情 都沒有做審查 都是很表面化的事情 看上去表面化 都已經很重要了 例如說見的時候 都會見什麼人 先說什麼 如果我要做出街見客 你騎著騎著 頭髮都不懂 他的樣子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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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我講的 帝人派有很大的原因 你靠人緣 吃飯 即是我們說 面緣 將來你紅毛 還有一個叫觀眾緣 這個很抽象 我以前做的公司 他在市場的公司 我見過一些新畢業生 多數是男生 一塊木 但女生是比較流利 很多時候一塊木 很快就要自己走 公司不叫他走 他根本無法適應 他做的這個工作是什麼 其實是去學校推銷教材 要向老師介紹 其實就不是說 一定要可說 可推銷的那種 但他就建了一塊木 就真的不能夠 人家沒有信心交給你做 他自己也沒有信心去介紹 信心問題是 就算你見人 不一定是很英俊的 不一定是英俊的 不一定是英俊的 反過來 有一些 例如有時候 是很考危力的 例如說 人家蓋你一百次電話 都敢再打一次 有時候很面皮厚 有時候很有毅力 也行 視乎你的崗位需求 問題是 前線的主管當然是 前線的主管最清楚 第二輪 就是憑經驗 千萬不要以為 又一大大堡都不相關 扔給主管就搞定 千萬不要 跟名字下降 我懂什麼什麼的 都盡量不要 第一 除非你很清楚 主管是什麼 否則 誰是朋友 誰是對家 你不知道 一雙場 誰知道 你隨便 你扔給他 剛剛昨晚得罪了 兩人成了仇人 那你就慘了 對家臥底 怎麼辦 很煩 你不要怪人小器 因為雙場如戰場 很多小朋友 經常忽略了 雙場如戰場 他們不知道 商界中 勾心鬥角 有多嚴重 是利益 全部都是利益 所以千萬不要承認聰明 哪個聰明 哪個聰明 專修聰明 反而你真是很有毅力 很圓滑 起碼成熟些 待人切物 那些 最重要是令前市主管 覺得什麼 可造之才 這個重要 你自己嚴重 很有性格 那些的話 主管通常又說 你送他去沙田跑馬 他要人幫他 完成他的工作任務 還要聰明他 不如你做的 不可能的 這個 我剛才說 這些娛樂界 又有少少 exception 因為他又要講功能 同時是要講 你這個人有沒有鬼才 一會兒說 這些就是聲嘆 商界不會跟你說聲嘆 商界不會跟你說鬼才 尤其是第一份工 一定不會跟你說 最重要是 你要令老闆覺得你是可造之才 和相關他的崗位幫到他的手 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不摸透這件事 自己亂見公 你自己找自己笨 然後到第三關 通常你十個可能沒有一個 可能給你二十個中一個才算 主管見完後覺得 這個都還可以 不過同時也會播放 出糧的 成本是他什麼 但誰是授權的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老闆樓上也有老闆 所以就算是部門主管 上面也還有一個大老闆 未必要叫最大 問題是CEO要負責 那盤生意的那個人 你知道鬼佬桌面 就是那些人 全部硬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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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他全部都有計劃 通常有全權可以做這件事 通常老闆已經給你了 你請人儘管做 問題就是這件事 很多小朋友忽略了 就是說這是一個大家庭 即是狼群裡面 你成為一隻小狼 你想想還有其他狼隊長 而狼隊長樓上 還有一個RFM 最後見到那個就是RFM 就是他決定到底這個狼群裡面 哪些是合群 哪些是不合群 如果覺得不合群的話 是會有feedback的 即是說你這個部門主觀 那些人很打得 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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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會哄別人 進門口 那些人說 最後你也會過到RFM 因為總要有人 例如是corporate culture 總要有人定調 到底我的公司在去哪裏 你下面每個部門主觀 都會有人refer上來 說我要請這個 權力上可以 問題文化上和心理上 千萬不要忘記過這關 最後那一刻 都不太負擔 過了部門主觀 那一堆 照計應該可以參與團隊 去作戰 問題就是 誰才是真正最後拍板的人 他要開心才行 這不是技術這麼簡單 反而反過來 就是剛才次官說的 會問一些很願性的事情 大家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說完了 大家明白為什麼 心理因素 文化因素 願性的事情 忽然會問你 平時有什麼運動 課外活動 興趣 為什麼會問這些 因為你想想 平時公司 周年喜慶 不是旅行的聚餐 或者你要為公司爭光 參加龍舟隊 通常有些社會功能 而鼎大 作為所謂文化的守護者 確定所有人都合群 所以很過癮 有一些銀行 看起來好像很斯文的工作 為什麼忽然之間 又要看大學有沒有參加過運動隊 蛙艇爬游泳 怎樣問這些呢 原來他每年 在商界中要威力的話 就是說 我自己的文化很好 員工很投入 那裡面龍舟賽 都贏了冠軍 越來越多龍舟隊 你想想 越來越多龍舟隊 所以兩個功能要平衡 部門主管 就是說你對工作崗位 是否適合 是否可造制裁 但是對這個頂大的 alpha 他就決定 到底這個新成員 對我的狼團隊 是否令你更加洪莊 變成這個合謀 要配合 所以到最後 你以為頂大老闆 好人不好人 的話 脫掉你就大件事 明明問你 有什麼課外活動 要參加示威 哈哈哈哈 這樣就夠坦白 有些是不介意的 我知道有些老闆是不介意的 有些是很介意的 但多數都不能不介意 不是他想介意的 反過來 如果剛巧 商會會長吃飯的時候 忽然會把蛋糕扔中他 如果那人是你的伙計 你想想發生什麼事 大大哥就想死 他們剛剛想從大陸做生意 走不掉 所以商家衣 要不要小心 從前沒有那麼緊張 從前沒有那麼緊張 還有什麼呢 的確你年輕人做什麼家科 叫情有可原 你這個年少無知 你進入崗位之後 你會交足功課 問題是最後那一刻 為什麼他會問一些很怨性的事情 到底你的人是否 心理上成熟度 你要懂得轉彎 或是說難聽一點 公私分明 好老闆呢 我不敢說我是 起碼放了工 你幹什麼 基本上我不管你 只要你不要搞到我 很嚴重 我實在解得到話 過得到骨 但反過來 公私兩段時間 你是否真的分明 真的苦心才會做得到這件事 商界 有時候你說市盃也好 怎麼也好 不是全部都市盃 我也認識很多朋友 很寬容的 總會給你機會 問題是做口腫臉青 有些真的 踩到界的話 對不起 沒有話可說 但盡量避免尷尬的情況 我們要培訓人 都很努力 很多資源 很多人都誤會了 以為你隨便聘請人 不是 我可以聘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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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聘請資源 還要冒險給人試 你炒了車 攬炒 所有商業損失 很難計算 在這種情況下 變成商界開位 你不能夠 很謹慎 為什麼要謹慎 因為我聘請人 我要填上位 都是一件很傷的事 當然 花了培訓的 心機和時間 不能回頭 還有你搞壞了氣氛 因為那一屆 好像讀書一樣 同步升級 身邊的人 大家的進度 公司都會選擇 將來誰能升到什麼位 可以接班接棒 或者做部門主管 其實公司都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如果你選擇的人 可以升到位 你的主管 其實都是與有榮然 等於你的成功 你的企業要健康成長 就要靠新血 你不可能沒有新血 問題是 如果你經常換血 你就是貧血 你貧血怎麼撞 一類類企業文化 硬不起來 有些企業就不計 你經常不建議 因為你要那個團隊 工作的能力 默契要建立得到的話 你會越穩定越好 所以你經常 所謂換血才想 希望向上升來換 而向外流來換 所以過三關的事情 聽起來好像很嚴苛 但實際上是有一個很客觀的 科學原理在後面 第一,你第一個面試的時候 諸如此類的文件 真的不要得罪前線 那些是以保險為準的 以風險越少越好 過得到第一關 第二關就輪到技術的主管來看 技術主管也過得到一關 可造之裁 然後還有文化的關要過 所以這三關肯定要考慮 好,阿楊又怎樣想 你做這麼多 去interview人 你又在這個 另一個環境 我以前是做教科書出版社 很久之前 文藝人 教科書一點都不文藝 純粹是說商業 純粹是說商業 不要說是文藝 文藝的就不要進這行 文藝要跟次官 我不是跟宵公 創意不同 那些也是很純商業 是不是真的找到一個人 假設你開一個位置 有一個空權 做一個編輯 是不是真的找到一個人 是基本上文字功夫 文化知識 要講根底 過關 如果他們讀完大學 但讀完中文 那篇都錯漏白出 你會不會畢視 一定有 因為你的行業是有特性要求的 要寫的 那你寫下去 詞不達要亂來 讀完大學也是這樣 中文也是這樣 這樣就很容易飛 然後面試的時候 如果是第一個 不是過關 面試之後 各種談吐各方面 要看談吐 總之你都是一個 最重要是可以合作 首先一定是這個人可以合作 第二 即是跟自己合作 又要跟其他同事合作 那麼最後一步 才會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進一步培訓 都是想培訓 因為如果培訓 人人都 裁幹的資質是一樣的 如果你能夠進一步培訓 那當然是首選 即使未懂合作進一步培訓 但是他都是基本的工作要求 你覺得他是可以符合這個標準的 那你都可以讓他來試一試 這樣就交到課就可以了 真正培訓到的 那就繼續慢慢讓他上位 就是這樣 不過我見過有些很奇怪的新人 即是不是踢拖那麼廣 帶一個兵來 什麼兵 觀音兵 女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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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觀音兵 帶一個兵來扶著 拿手袋 一件事 那個男人來買到 偏輯也有兵 有啊 都應該是新畢業的女人來的 觀音兵 後來收兵 什麼時候 那些兵不是這樣用的 他是這樣用的 他走來跟我說 那個男人是女人來用的 他要去洗手間 他要去廁所 那現在是你來面試 還是他來面試 還會煩我媽媽 那個兵來問你可不可以去洗手間 那個兵來說他的女朋友要去廁所 啊 代勞而已 代勞而已 你代勞 你不是代他去廁所 連他去廁所 你也要去找我 那是煩過媽媽 那給你兩位 你敢不敢請 第一帶兵來就已經是第一件事不用請了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帶媽媽來也要情有可原 媽媽帶他來 帶媽媽來就是媽媽覺得媽媽有問題 帶兵來就是你兩個都有問題 沒錯 媽媽和我子 帶兵來 唉 唉 唉 算了 手續完了 那就行了 這個不用考慮了 嗯 嗯 純粹過場 對 純粹過場 所以就是説成熟與否 這些是看得到的 而且 成成熟都不是最重要 我覺得 我當你全部都是新畢業 其實成熟度大家都差不多 你覺得那個人在工作上可以改善 有分別 為什麼呢 可能文人比較多 寬鬆一點 商界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成熟與不成熟 為什麼最後那一關 會問課外活動 尤其是重要性的一家科 你本身的取向是什麼 喜歡和合群 還是不喜歡和合群 你全部都自己玩 我去下棋 但是這件事 沒有說不行 自閉就算 但是如果說我喜歡下棋 但是參加斷數的圍棋比賽 就算是聰明的 就不一樣了 你又缺戰鬥意志 你看得到 和合群看得到 那些是 商界要開放 商界和文學界很不同 和文壇很不同的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 競爭性 不要說勾心得國那麼難聽 但是我要業績隔離間行 但是打得來 你又不能反面 很講究 他們的形象很重要 你們的開放形象很重要 但是 香港教科書篇的保守性 是很厲害的 是非常厲害的 你如果太多放鬥 反而不是那麼多人喜歡 你還是坐下 坐不定 坐不定 但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好 你如果只要死固固坐在那裡 他的思維和靈活性是不行的 他只能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不叫他做那麼多 他也能夠勉勉強強合格 這樣就不能進步 所以為什麼課外活動 我們會問些什麼科 不要說透視 當然會問些什麼科 一 他是有競續性的 商界通常是競續性的 就算是下棋 還是有段數比賽 那就厲害了 第二種 就是一些團體性的 所以通常團體性的活動 包括什麼科 不只是去同軍大路營 那些沒有意思 考到很多攀任章 我都不覺得有意思 哪些會過癮 或者哪些相關的 通常是整隊人 去參加某些活動 是所謂目標的 例如某某籌款活動 籌款目標是什麼科 我們如何完成 我們會看這個人士 那時候所謂叫做 辦事 認真辦事 所以就算是參加一些 慈善活動 我們都歡迎 為什麼呢 例如說 他的慈善活動 是一個很明確的社會目標 例如說 我們那一年 這個慈善團體 定了某個目標 去為哪一個 所謂受輔助的弱勢社群 做了什麼事情 來籌多少錢 給什麼設備 解決到什麼問題 我覺得很清楚 這樣做 即使是慈善活動的話 我們都會好看好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 互相比較 因為我自己的MBA 我自己外國讀MBA出來 變成了 有很多香港人想像不到的活動 那些鬼仔會去玩 會的 你想不到 例如我其中有一個同學 因為法國要當兵 但如果不當兵 就做國家服務 什麼是國家服務 原來在暑假 去了非洲戰區 駕駛貨車 互送人道物資 真是賺命搏 那些人 橫道殺阿拉薩 你想想那種毅力 那種意志 那種我們叫做投入 要完成任務 去到什麼水平的話 即使你不是開槍打仗 但所有老闆都爬爛手掌 這些真是可造之材 所以香港真的沒有那種硬正的 外部道給你玩 如果你太硬正的人 老闆反而不喜歡 香港老闆不喜歡兩回事 香港也不是每個老闆不喜歡 香港老闆有時候 中國人文化 即是讓港和諧 反過來 其實他自己 戴不到衝鋒 關你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安全保障 變成另一種不同的文化取向 你太多這方面的興趣和活躍 他覺得你不能夠專心跟他討論 他這樣 那些課外活動 看你是不是有目標為本 是不是管理的項目 合作而達成目標 能否量化你的達成目標 所以變成跨國企業 那些鬼佬行 反而會看這些 反而會看這些 所以每個都是這麼多猛將如雲 是有原因的 他真的點兵點章 十幾十多年 所以勝財 我已經離開了教科書這行很多年 這一行的保守性 令到他除了公眾形象越做越差之外 仍然令到市場越來越壓縮 越無法突破 原因是他的保守性太厲害 除了剛才說 那些老闆 尤其是本地華資的老闆 另一樣就是他的主管 例如這一科的主管 那科的主管分不同 他們是經驗主義 你真來的 你沒有經驗 你一輩子都不用代替我的位置 你一定永遠差過 但他們是看得出 做得越久的 是越擔心別人取代到他 有些突破了 竟然抹掉他 如果他的行業本身是沒有發展的 他早晚會被取代 新丁累積的竟然沒有取代 你能夠離開的位置 只有幾間出版社 他中層的位置只有這麼多 已經沒辦法讓你有得動 而且高薪金只有兩間 其他人的薪金比較低 他抱著的位置就死亡 所以為甚麼死亡都不害怕 提醒年輕人就男派入錯行 女派加錯行 他都明白為甚麼 因為性格不適合這種環境 因為是暫初去見工 故知別人被會請 請了都沒有幸福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當時跟那些伙計說 這一行的人每個人做死一科 就不願意做第二科 例如他做中國語文 他就會覺得我不懂中國 所以我就一定不做 怕出事嘛 怕,離開 然後其他人要幫他做那科 他們又不喜歡其他人 叫做踩過界 總之我滑地圍爐 我不出去,你不要進來 剛入身頭 總之我就這樣做就行了 堅逼清野 到上面的主管各方面 有人事變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班中層主管很多就變動了 要不就被人篩了出去 要不就像奴才一樣 怕自己失去工作 而有些我早就跟他們說 你們盡量發展多些自己的興趣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幫到你 結果那些 救了不少人 救到人 轉行不止 就直接加入了你那類的行業 不過他不是純粹 他不是做投資那種 而是做研究那種 因為性格上比較適合做研究 在脫離那一行 賺的錢更加多 的確是現在的行頭 劃分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以前72行 即是做到老 現在不是的 有時候是中途轉機 因為科技的變化和市場秩序的變化 令你很難說一本通書讀到老 為什麼我們做商界的人 習慣了面向多變的情況 到最後由Alpha Mayor決定 即是他的方向性的事情 所以他會挑選一些 適合他的文化員進入團隊 將來發生什麼變化 大家扔彎都會齊修 如果忽然大家要扔彎 有些人突然之間不想跟我 那你不就是散 而且我喜歡選擇的有膽量 要選擇 要有一定的膽量 但不可以魯莽 不是魯莽 是你要跟別人合作 不是自己獨行其事 也不是武莽行事 但一定要在一些合理的地方 一定要有膽量 我講回教科書這行 我離開了這行 一般做得久 或者太過阻入這行 做得很久的人 都是缺乏一個膽量 因為他們覺得 出道社會 每個人都在罵你這一行 然後對著老闆 老闆多數是刻薄到死 每個人都死固固 所以氣氛變得很死 而且膽量不足 很多人都不敢去試身 做得久的時候 人力不經不覺 把自己壓縮到一個很小的空間 很多行都是這樣 但創意的行都會面對這個情況 你做主考官 我做過很多 分了三方面 第一方面 interview那些小姐 什麼小姐呢 就是來參加選美 選美 這個要講 要講才 要講藝 這是特朗普 本來是特朗普做的 選美 過年代 不是現在 現在都有選美 不可能心態不同了 第二個 就是創作人員 導演、編劇、甚至設定、報警 那些都是我的範圍 除了引擎我不是很認識 我有個同事都做了 第三類是純粹藝員 包括那些Singer 初上時沒有所謂Singer 沒有所謂誰是歌唱 他有沒有潛能 你能不能培養他 即是不音不傳 即是之類 先講小姐 這個最有趣味 選舉小姐有很多類 有些就是 那些叫做 運動 即是我們試過 那個活力小姐 有些就是香港小姐 要參加這個 國際的比賽 有些就是 是 某些年稅 這些叫做 小朋友小姐也有 即是那些姑娘 最大項就是 討論那些 將來會參加香港小姐選舉 第一件事 好像你所說 第一關 自然有幾個保母 或者那些女同士當外手 看一個合格 最基本的合格 最基本的合格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合格 根據那個參加 那個將來去 誰知道你是誰可以的 有一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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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做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 那些叫做 你得看到 你的年齡 對不對 例如這個小姐 她不能超過25歲 身高又有個限制 體重也有 三位都有的,人家的大會決定了 參賽資格,客觀都寫了 人家那些有的,一定要有這樣的確定 一般那時候是多少歲? 最多25歲 我記得有一位香港少許官軍取消了,因為虛報年齡 他不用虛報都行,但是他不知為何被砲尾擠 砲射了 這時候說過歷史,很過癮的一件事 這是美國三維市回來的 我們看完之後第二 我們有幾個大會流的項目監管 其實我們當大會主持,最重要不是看這個女生是否漂亮 最重要是看有沒有機會用到這個女生 用到的意思是她將來能夠做到發展 即是藝人,順手看有沒有機會做藝人 其實不是順手,是主要 現在我告訴你,你不是很奇怪,不是為自己私人的利益 這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司的利益 公司參與比賽都是為了取得人才 現在很多香港小姐冠亞貴君,甚至還未入圍的 都出來做了花彈,有些做了歌星 為甚麼呢?因為在老闆心目中,這些小姐 入圍後有了一個名字,背了這個玫瑰 再加一些小小的訓練,她真的出來做了一個花彈 如果反正你比較容易宣傳過其他學員進來 因為她已經有一個名字,記者也會更多拍攝她 可不可以從商業界用語來說,叫附加值多 對,附加值很多,變成她主要值 主要值 但是呢?因為我做的時候就沒有可能做到罵 因為有很多方法來禁止做罵 包括我們選公五個選過評審,都是有一個規定的 會冊 Pros다가ives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算分也不容易 就是一個給一百分之一個評判 其他 pact for 0 分也不會過 addressed 大家看的時候很希望 很希望他的心目頭 他做不到第一 為什麼呢 他做到第一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一年去做親親大師 Miss Goodwill 他的領獎 沒有時候被他拍到電影 大家想一想 這個是事實 第二那些真是 例如趙雅哲 他第四 他就紅了 例如鍾楚紅 他是十五名 很多呢 譬如張曼玉 張曼玉也是 張曼玉也是 你看看 第一個不是沒有紅 但是他要遲一點 沒有那麼快 對同屆就遲了一年入行 差不多等於 遲一當遲入行 很多呢 就特地等到 他選不到 就看定 你在問interview的時候 我們叫制惡部的相關監製 有些是用來看 做主持人的 即他把口號 沒有做主持人 有些是做不做花彈的 有些是做不做到厭女的 所以為什麼說你冠軍難搞呢 因為你冠軍有個性命數 你不能隨時轉角色 沒錯 裝小三 你不捨 性格顯然 不行 做了幾年就可以了 初做 過冷河 過了幾年 女生幾年時間很重要 黃金時間過了 看看多一點點 要轉型的時候 又看看你轉不轉型到 或者你能否做到一個 監製找你的時候 能否做到一個好的角色 但是你知道 香港到今天為止 其實大部分都是男主角的戲 因為戲最重要的是 寫著誰是主角 當然現在香港已經多了很多 因為女性在製作部說到事 所以女性的戲 可能給女主角的都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男主角 以前發全部都是男主角 周潤發不是他男主角嗎 就算是呂良偉、謝老四做千王 雖然他是女主角 有個汪榮泉 但是最重要的是男主角 以前黃元申、劉松仁等等 下問男主角的戲 寫著那個都是男主角 為什麼呢 寫著那個編審的那個都是男主角 那個男主角很難寫到一些女性的戲 而深入 編劇有女性的 但是主要是劇審作主的 劇審本身開的戲的時候 寫著男主角的性格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這個問題 就是性格決定故事的後面的內容 沒有性格就決定不到後面的故事 那你寫性格就是男人性 因為男人的性格容易很多 有 譬如我們有天才人物 譬如金國亮 你叫他寫男人性格不太好 他寫女性格很好的 他的生上相蒙全部寫女性格 他是男星來的 但是他寫得到 他不一定是很多 跟你在面試的時候 就馬上看他的動靜 看看他是不是可做戲劇 或者主持之 即是有沒有戲劇細胞 對 如果用最抽象的改叫戲劇細胞 實際上不收象也是可以的 那麼我們 如果你考一份面試 真係藝員 就給他一張讀 有一張稿給他讀的,讓他看一會他讀,馬上知道他了不了解 那麼快他了不了解他的稿的角色,還有他能否演繹到 不是演戲,只是透過純粹說話演繹到,不知道 但這些看香港小姐參加選美都看不到 那就是靠看動靜,一個人有動靜 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 上海人是很厲害的,他說 食有食相,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 什麼都有個相,我們不能叫他睡在那裡看你的睡相 看你的坐相,看你的站相,看你的行步 所以這個面試專門會設立一些,讓你的房間進來 不是一進來就坐在那裡 要你走一段路,那個房間有十多公尺 十多米 從另一道門,走到你坐那裡 都很大,差不多三分一個泳池 拿走這些大貨室,差不多是大貨室 那你有十多公尺,讓他看他走 即是走到過來坐的位置 他的說法是外安慰的,實際上我們大家也知道 看他的行上 這個動靜行上,扭扭扭扭扭 有些是蛇腰擺捕 有些是怕表現不到自己的高跟鞋 那種阿羅多些 這些死定了 即是overprepared 這些死定了 我現在不是來選武小姐 沒錯啦 你這麼領導什麼意思 不是選我跟他說那個 小心 我們不是選這些 不是選你愛妾 要大方走 對啦 當然後面 後面有人教他怎樣走 但初初入來的時候 初入來的時候未必過過會走 後來我們會教他怎樣走 這個真是很大的貼士 不要以為走到就懂得走 有些人學過 就在舞台上走 即是不是時裝無特兒走Catwalk 不是的 有些人學過 當你自己走Catwalk Catwalk為什麼這樣走呢 要這樣扭扭扭扭扭 誇張上鏡頭 而且最重要是怎樣表達他的衣服 不是表達他的個性 沒錯 他應該沒有個性 他應該全部那件衣服是給他個性 但是我們看就不是看那件衣服 又不是看你的動靜 就是看你的人 看你的人 看你的人是一個什麼性格 看你的性格 很容易看到你的人 將來能不能夠演戲 因為很多戲都要你由內心表達你的性格出來 當然有演戲的方法來表達 但是你本身自己的底是怎樣 那 那個 十幾歲人 你有沒有留意 你看回戲 為什麼那些受歡迎的女性 尤其以前 我們年輕的時候 即是你可能未出生 你就可能多生 你看回那個時候 尤敏、洛帝、林黛、張仲文、左派、夏孟等 他走出來真的有個歸秀的格格,即是貴氣 貴不貴,小家卑浴都無所謂,例如林蔡,他不必做貴婦,他只做小家卑浴,但他走出來總是自然舒服 現在你看到那些女生,我不敢說誰,他走出來一個個顏色,要麼是Catwalk,要麼是他自己扭下扭下,或是舞步式 或是MK味更重 MK味更加,或是橫衝不著重 我不用來劈油,麻煩你 女生的MK味就不用來劈油,那些是另一個女生 你想想,何謹樣失傳呢?真的失傳了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家裡的問題,自小都不要求你有,我不說是疑態那麼嚴重 這是禮貌來的,深敲,是禮貌來的 你有沒有受過學校好的教育,或者家庭好的教育,社會好的教育 這完全跟你的一個動靜有關係 有舉止 那女生在街邊吃煙的動作應該怎樣看呢? 不是每個都好,做得好的,吃煙是很美態的 當年我們做狂潮的時候,找到謝霆鋒媽做雷欣 為什麼雷欣呢?不用教的 她拿著口煙,怎樣點口煙,怎樣吸第一口的口煙 怎樣吐煙,全部創出來,是有一個感受的美態出來 就不是現在,就在那邊打火鍋裡煮 就像是MK味 在垃圾桶旁邊,不是打火鍋 以前,那邊是火鍋 以前呢,說的聽,那些人不相信 如果你當外交官,國民黨 你當外交官,經常出席一些外交場合 外交官不在話下,他的家眷,很多經常去攜眷出席 那麼,國家都派一些疑太學家 教你怎樣拿手背,怎樣點煙,怎樣吸煙 什麼時候說話怎樣,他的態度 坐在那裡,坐的箱是怎樣 全部細細濕,吃西餐,怎樣食為之規有規矩 怎樣體會你是一個外交人員 而不失禮你的國體 所以這個呢,就現在沒有了 我告訴很多人,別人不相信 怎麼學呢? 吃煙喝酒,跳交際舞 坐在那個餐廳,坐在那個宴會廳 別人在演講的時候,你用什麼態度去聽 就算你的心頭飛去不知哪裡 你要擺一個姿勢 這些漢能,說話就是外交辭令 不再話,要學幾年 你要派你出去做一個參贊或武官 不是呢,你根本別人都看少了你國家 覺得你失禮嘛 失禮也代表國家 好了,我們不要求這樣 要求你是一個受人尊重歡迎的女人 不一定要做 那她是真的代表香港的 是啊,沒錯 這個呢,就從動靜就看了 剛才我們就說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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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國內大嬸一樣抹下腳的 哈哈哈哈 已經多謝了 第三句就開始 行了,你有信給你的 哈哈哈哈 或者你一來到 真的失失慌 有些真的失慌 真的手臀腳震 都不知說什麼好 眼光浮動 都不知她想看哪裡 全無自信 我們看了眼光 你眼光是否集中一個地方 還是看著你 譬如三個或四個的面試人 你有沒有看我呢 你有沒有交流呢 我們什麼時候交流呢 問問題的時候你是在聽 還是在游暈呢 你回答的時候 需要考慮一會兒 有些說話是不考慮的 很講究的 你們全部都能看到你的動靜 最後什麼叫做看動靜 看你的手怎麼擺 看你的腳怎麼翹 有些人一來到 翹上去腳就趁腳 哈哈哈哈 很討厭的 有啊 趁到鞋子也脫了嗎 鞋子也脫了 鞋子也脫了 真的 女孩子趁鞋子 你見過嗎 MK 見過頂腳 頂腳 頂腳 頂腳踏鞋 有些人正常鎮到你不能自主 手袋不知放在哪裏 一陣子 走的時候 又拉頭殺尾 小一點就是 MK那種鞋子跟鞋子 跟你真的害怕那種是不同的 是嗎 你害怕那種是膝頭鎮的 你很輕鬆自如 當成自己朋友那一隻 鞋子 你拿著手袋最簡單 你一定是拿手袋 不論你夾著也好 拿著手袋也好 其實每一種場合有不同的 只有一個配襯 對 你應該知道 不是靠不靠的問題 不算你了 不懂得慢慢調整 但你的手袋放在哪裏 你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一會兒走的時候 完全忘記戴手袋 小姐拿手袋走 投棋放下 有些人放在以下下 什麼都有 然後就看他的動靜的裝扮 即是你來interview這個身份 你作為一個被interview的人 我怎樣看你那個 自己形容自己的身份 即是你當自己是你 要怎樣包裝自己 有些人就 茶到七彩奮奮 就怕死你 聞到那種香水味 有些人就很壞 剛剛睡醒 還沒洗澡 翻緊的味道還沒在脫 嘩 這麼噁心 但女人也並非特別 有還是不同的 不是個個 偶然有 有些是有野餞,掛了一漏萬,明明是噴香水 但忘記沈多了爽身粉會被寶寶 但今天都說不完,下集繼續 有很多事,但這些應該要學,你上課不太學 這些不是選美,也就是普通去見第二份 你那個儀態,你那個眼神都應該容忍 你必定是儀態,因為有些儀態很好學的儀態 但你考考是一個藝員 還是準備做香港小姐的參賽者 還是想做一個導演或編劇 你的身份是決定到你的行為 應該是有什麼表現呢? 今天講不完 我們下一堂 繼續討論 再見